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处一道 但没有说的 没有像今天谈到这么清楚 其实连接时间太短了 那我相信剪辑的朋友其实都给删掉了 所以咱们十条news的可以随便说 这是当初在谈news跟十条news当中比较 用这栏节目其实会涉及到比较深的 我能认为的尽可能多的比较细节的分享 我以为对朋友们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多少是一个 省了的话说起来都是不完整的 大家听起来一跳一跳 我们原来讲过这个现实的环境中 一切都是相生相克道理 我相信所有朋友都能接受 对吧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生有死 有太阳有月亮 这个都不用讲 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造了个男人找了个伴就造了个女人 他不能造出两个 他不会没有造两个男人 而是造了一个女人 后来就出了事了 出了事了 可能当初造女人的时候也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出了事了 就是我们就这么讲 一切都是对应的 最大的对应对人而言是善与恶对应 对吧 善与恶对应 所以完全是这么相应 相生相克道理 手心手背道理 讲非常多 那手心手背道理 组成了一只手 那手的中间是什么 咱们没说过 但相互不见面 我们都是这么来跟大家分享的 在分享的过程中 出现一个另外一个标 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就是时间是个神 这句话对太多朋友影响也蛮大的 它的绝对性就像七的定数一样 其实七的定数就是时间是个神的具体的展现 具体的表现 现在根本没有 现在也没逃出七的定数 现在七上你会看到非常有趣的故事 今天发生很有趣的故事 华为今天是八号 但是出事出在七号上 跟英国有个时差的问题 这个英国把华为应该是基本干掉 华为就是华为应对了方德始终 习近平的方德始终 将从英国开始死掉 在整个欧洲在海外 因为他今天的消息已经促成了 就是所有欧盟跟英国政府 所有电信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 你要先说这个时间的问题 在讲时间的时候 我们在讲神的这种相互相对应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一个概念 我说现在是不存在的 没有现在 对吧 没有现在 只有过去跟未来 现在是过去跟未来的界面 讲的挺费劲 讲的挺不容易 有没有看为什么 涛哥现在不存在 也不是你现在干嘛呢 是我现在干嘛呢 对不对 我们在解释现在的不存在书 是按照时间不停止的这个说法去说的 对吧 我们说时间不会停止的 时间不停止 不后退 不暂停 不快不慢 在对人而言 永远是一分一秒 或者十分之一秒 只要你能够技术的 你拥有的 能够用人的语言 能够表达的时间单位 它都是以这样的单位在流失的 一天 一年 一天 一个星期 一年 一个月 就是这样 一生一死 不就这么流动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就是流动的界面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的 现在的不存在 但是我们现在的一切是真实存在的 那朋友说你摆我什么的 你这个电视放这做背景 做个大屏幕 那干什么呢 你用iPhone手机你在排 你干什么呢 等等等等 其实呢 讲了半天 其实就一句话就能讲明白 这世界上的一切是相生相克 善恶对应 阴阳对应存在 对吧 但我们讲的时间的时候 确实讲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没错吧 那时间如果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话 那跟相生相克里 阴阳对应的道理是对立的 因为它有三个因素 因为它有三个因素 它有三个描述 过去 现在 跟未来 这是错的 那哪个是对的 对不对 你时间 技术是有三个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放到 这是我们站在人的现实 这正是人站在现实利益的角度 最物质化的生活的角度 去看待我们周边的一切 人们对物欲的想法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 人们对iPhone 10的追求 人们对电视的追求 人们对钱财的追求 那有钱人对劳斯莱斯的追求 whatever 对不对 追求的一切都是有形的物质 而这有形的物质 是代表着现在 而其实呢 在真正相生相克的道理 时间也是这个概念 只有过去和未来 过去对未来 他们是相互依存在一起的 而过去和未来 过去就是未来 未来又是过去 因为你站在生命的角度来讲 不是冤家不巨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对吧 不是冤家不巨 千年修德共枕眠 那是什么 那是缘分 所以在我们没有来到的 那个时间点 你我没有遇到 那个时间点 那是过去的 那是未来的 但呢 它却是因为缘分促成的 又是过去 是因为曾经的缘分 促成了我们今天相识 我促成了我们今天的相遇 相知相识 那这样的过程 对不对 那走过了这个所谓的 现在的时间 结束之后 那就是已经过去了 我过去未来 我都说不清楚 就成为了过去 是一个结果 是不是 就是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流动的过程 就是我们选择善恶的过程 但是在生命的相生相克的道理中 现在是不存在的 只是过去跟未来的 相生相克的存在 相生相克的一种真实表现 它有什么意义 大家说你这么认识 有什么意义 它最大的意义 是揭示了我们现实人的生活的层面 是一个最现实的虚无 最真实的不存在 最物质化 最实在的物质化的 一种空 一种 只能叫不存在 这话可能讲的 有朋友可能会认为 讲有点太飘了 我们回到最简单 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过去跟未来的相生相克 并生在一起 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来 那是我们生命的真实 那是我们生命的真实 现在只是一个 重新竖定生命本身的 善与恶的机会 我以为 如果你能够单分有一点 这种阴阳对应 善恶对应 就是要太极图是这种 对应的道理的时候 你稍微有这种感目的时候 你就能体会到现在说的 那这个 它揭示什么 揭示着我们肉身的一切的载体 与我们肉身同在的一切 就是我们现在物质化的一切 活在当今的人 是一个完全是渣子 完全是废物 完全是渣子和废物的意思 就是完全把自己生命的真实 给玷污了 我说的是意思 就是你对别人 说我活在当今 你对别人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是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真实的侮辱 因为它不在相生相克中 它不在阴阳的对应中 它不在这天地间的一切中 但它却在你眼睛的欲望中 在你眼睛的欲望中 也正是这个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理解到 为什么欲望是无法满足的 男女通杀 为什么物质化的一切是永远无法得到一种充分 为什么人们又陷入在物质化的环境中 这是迷障 这就是今天生活中的最现实的迷 最现实的迷 我们刚才在另外一期节目 乔木斯说了 他挣了那么多钱 一分钱他也带不走 他希望在一定有一定财富的背景之下 要转变生活态度 所以他根本没有悟通 他根本没有 你别看他可以创造出伟大的爱奉的时代 但他在生命的本身上 却相当浅薄 但他有认识 但他有认识 但相当浅薄 如果他当时 如果在他活着的时候 能有 能意识到这种 过去现在跟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真实的影响的话 可能就更化时代了 可能那iPhone就更不一样 当然他 人从来没说了算过 所以 人从来没说了算过 是因为 人生活的现实是不存在的 你怎么能算呢 可能有朋友认为 这很具有哲理 这不是哲理 这不是哲学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真实 因为这是真正吻合了天地人当中 天和地 日和月 星辰 这种星 每一天的这种巡回往复的这种环绕 吻合了人习近平说的方德始终 如果大家能够理解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概念 中共 中共所推行的一切 就是活在 活在当今 对吧 活在今天 活在当今 及时行乐 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不就活在当今吗 残杀一切 杀掉其人 活在今朝吗 而 如果这东西是不存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在相生相克道理中 根本是不存在 说明它是真正扼杀生命 从生命的形式 从生命的存在的 本身的认识上 把人全毁了 它让每一个认为 活在当今的人 都是 其实都被他 完全 他的生命理念 给摧毁了 摧毁了你自己 这是共产党 最邪恶的地方 每一个人自动的摧毁自己 为了活在当今 你的仕途 你的政治仕途 你的钱财仕途 你的婚姻仕途 你的孩子仕途 你家房子 你都算上 都是活在今朝 所以活在今朝的人 是一个最沉重的人 最失去自我的人 最 在现实环境中 最奋斗的人 最奋争的人 最后呢 你就是最是一块烂肉的东西 你是块烂肉 这块烂肉是因为 你在扼杀自己的过去跟未来 扼杀掉你生命 本来存在的 相生相克的这一切 华为同样 他死的时间 他出世的时间 他死的时间 有着更高的神的 那种意志 对不对 他在华为出世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朋友们看到的是善与恶 真正懂得 从中懂得善和恶 而华为的一切成功 全建立在偷抢骗的基础上 全建立在一种 生活在当今现实的基础上 对吧 英国官方正式称华为产品 为安全性欠价 肯定出变数 政府通信总部 这就是英国最高的 而且也是最庞大的 这个政府机构的间谍机构 情报机构 下属的国家安全网络中心 早前批评华为的产品 缺乏安全 使用华为产品带有隐患 那近日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介绍 在华为出世的时候介绍过 华为在去年 就已经被英国的 这个网络安全中心 查到有一些问题 然后呢 跟他开会 那华为呢 曾经在伦敦成立了 一个测试中心 然后他承诺 会把英国政府提出来的 有关软体问题 软件 那是软件问题 会很快 给予解决的 在去年的七八月份 他解决不了 所以英国的官员 跟他发生了 跟华为的老板 发生了冲突 但是呢 在这之后 在孟晚舟出事之后 任正非在去年 十二月份提出来 要拿出二十个亿 用五年的时间 解决英国提出的问题 然后他 谈出了借口 说是因为 太庞大 太复杂 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是当时 可能是叫 Richard 于 叫于震 于震什么 忘了 于震兴了 是于什么 Richard 于 讲的说 他讲出的理由 就是不能一蹴而就 是因为问题太复杂 但那是十二月份 跟今年一月份谈到 去年十二月份 和今年一月份 去年十二月份谈到 就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陈州策判 千番过的时候 他一过去 就完了 大概时间点 就是这么个时间点 那到了昨天 四月七号 应该七这天 那英国再也安纳不住了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官员 再也安纳不住了 再次发出声音 指当地政府 可能会因为 使用华为的 这种卑劣 劣质产品的素质 从而禁止英国国会 禁止英国国会议会 和其他工作性质 敏感的部门 使用华为产品 所以这是 直接了当的 直接了当的提出了问题 技术总监 在一个月前 我们谈到过 技术总监 曾经谈论了华为的问题 从技术层面 从技术层面来讲 华为产品 是有问题的 他认为是 一直存在漏洞 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那这次又是他 在接受 BBC专访时说 英国电信商 因为这个原因 不在网络核心部分 采用华为产品 因为他牵扯到钱太多了 所以他不敢说 英国电信商完全封杀 但英国政府的态度 更加关键 因为如果完全禁用华为产品 可能高达将近70亿英镑的损失 落后两年 这是平常他这么说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 已经提出了一个 很直接了当的问题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提出 上个月提出批评说 在编写软件的时候有问题 对他的旗下产品 产生了整个安全性能 而BBC推出新产品 却没有解决 已知的旧问题 而他的董事叫做丁庚 早前的时候 曾经宣布说 公司将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呢 利维明确讲说 他在改善旗下的产品的安全性能之前 英国政府无法评估 他能够带来的风险 一切风险 这是英文 很显然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中文你看起来没有那么严厉 但他实际本身很严厉 提到最新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 我根本没有 华为的解释 没能够说服他 而华为的产品的质量 停留在2002 2000年的水平 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而且任何计划 可以达到他所宣称的目标 什么意思 欺骗 对吧 那就是欺骗 其实在我角度来讲 不是不仅仅是欺骗 而是正是他发现的问题 就是华为要留给中国政府的 中共政权的 他是故意制造出这样的问题 而不是他的隐患 所以我们要大家要明白是 华为在遵守着中国的法律 产品留有后门是义务 而不是政府要求 政府不用要求 那是党的意志 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这问题 他留有后门是义务 而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习近平要依法治国 这事儿 他认为 英国政府可以考虑选项 包括局部选 限制华为产品 禁止国会大厦使用华为通讯设备 那你这个东西如果这么做的话 是跟美国类似的 英国电讯商早期发出警告 如果禁止华为的话 会损失68亿英镑 那你现在的问题 跟那个就两回事了 在核心部分不选用它 那这是英国电讯商自己的态度 这是画了一个画 告诉你 留有后门 后门在那了 后门在那了 5G城堡和后门 英美的共同风险 文章写的满 直接了当 美国警告 在警告的过程中 说外界不可知道 华为什么时候 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来窃听美国国内通讯 这是美国共和党议员 Mike直接提出来 如果你采用华为产品 而我个人的态度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 你以为它仅仅是窃听吗 你以为它仅仅是窃听吗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是仅仅是窃听 任何一个华为的手机 可能会成为致命的武器 非常有可能 因为它 英国的安全官员自己讲 这是在它的软体 在它的软件设计 在写程序时故意流出来的 故意流出来的 那当在智能化产品 现代科技产品 跟这个AI产品 完全走入到鼎盛 和5G完全吻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产品所发出来的力量 绝不是一加一等样 对吧 一加一不等样 这是一个真正的概念 一加一等样 是一个表面的欺骗的理由 一加一等样是一份真实 就像现在一样 但是如果一百个iPhone手机 一万个iPhone手机 一亿个iPhone手机 当连为 对不起 是华为手机 当它连为一体的时候 它的软件 软体在同样一个背景之下 同时被启动的时候 你说它是什么 它可就绝对不是一个窃听的问题 太幼稚了窃听的说法 对不对 它的力量就不是一万个 华为手机P30简单加起来的道理 它可能就是 不是一万个 十万个 一个亿 它可能就变成了 十亿只乃至一百亿只 所产生的力量 一百个人拔合 跟一个人拔合 不是一个人加一个人 简单的力量 不是 去年提交法案禁止美国政府 使用任何华为产品 法案 后来把该法案放在了预算里面 那今天就是现在出现的状况 那下一个目标是英国 它在接受BBC采访时也提到 美英关系密切 那关系其中的一部分 是解决共同面临危机的 华为产品就是 所以它现在的概念就是 美国的政坛同样把华为的产品 直接把华为产品作为一种威胁 那英国在这个问题上 一直关系很暧昧 那现在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说法 如果已经得到英国最高的 这个情报机关的认可的时候 接受的时候 那英国必须考虑 跟采取跟美国同样的态度 来对待华为 来对待华为 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英国国家技术总监认为 如果双方把通讯加密 即使通讯被截取 依然无法解读材料 但这些加密技术 不会因为网络设备的品牌 受其影响 这是他提到 但是作为总部来讲 发现了华为的水平有问题 产品水平有问题 当局不认为这是华为 按中共政权的意愿 而故意造成的 这是很有趣的说法 这是很有趣的说法 那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问题 是英国政府的问题 因为他这指的是 英国最高机关 最高机关 但是作为技术官僚 再次把他提到了一个日程上 所以你可以想 显然的这种争持是相当激烈的 而且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可以 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人们确认为 这是华为故意这么做的 华为故意这么做的 我刚才这期节目开头的时候 我讲出那个道理 那个道理的意思就是 其实华为中共产生的一切 都将不复存在 因为现在是不存在 这是可能对有些朋友觉得 这是一个很高的道理 中共把所有的人生命定位在 只活在当今 才会出现丛林法则的残酷 对吧 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 相生相克的道理 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说法中 很显然现在是仅仅是一个过渡 而不是真实存在的本身 有备于整个这天地间的生命 就是这宇宙中的天地中的生命的道理 所以它注定是完全崩溃的 注定这是完全是崩溃的 所以那华为出现这种问题 也是自然的 因为就目前而言 是什么叫中共崩溃的年代 我觉得就是 所谓崩溃的年代 就是它的崇尚的一切 在真正的生命理念中 它会瓦解的一丝都不存在 当人们明白之后 明白道理之后 它存在的原因和道理之后 人们自然会选择善 华为回应 华为回应外界之一多次强调 没有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 在产品中加后门 常务董事长批评 美国没有使用华为的设备 甚至不知道华为的5G设备长什么样 就不断的批评华为产品有问题 你娶媳妇的时候挑不挑啊 你娶媳妇的时候挑不挑啊 你没跟他结婚呢 你还没入洞房呢 你怎么就挑啊 这傻东西 你没娶他 你没娶进洞房 你不知道他咋回事 你怎么挑啊 傻东西 我说活在今朝吧 活在当今吧 不就这吗 很有样子 你都不知道长什么样 你干嘛说啊 是啊 哪个娶媳妇 当然现在不太一样了 时代都改变了 这事宝办 但那也是真实的 现在都不一样了 时代都改变了 什么有试婚的 怎么让都有 他结的婚 有点就离了 是不是 有时候这 有时候今天跟这个结 明天跟那个结 后天跟那个结 反正我这点东西就这么使呗 这个话正好应对了 我刚才说的话 对吧 非常的荒谬 非常的愚蠢 但非常的知之有声 所以活在当今的人 他的愚蠢就在他的这种 精英的狡辩中 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 对不对 啥老爷们 我不知道他是男女 对不对 你娶媳妇的时候 你知道娶到家里什么样 你娶过吗 你用过吗 扯 对不对 他说他不想猜测 美国这么做的动机 我宁可善用有限的时间 去做一些更好的产品 这个 达基没顶着那张狐狸皮出来 达基 那只狐狸是顶着达基的 那诱人的躯体 展现在咒网的面前 说的话都条条有道理 但他是只狐狸 感谢朋友们对石头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